是从事主任前大军说 你在洛阳军校 听前委员长阅兵训话时 脸色惨白 咋看到了 就是每座在说到汉奸话题时 好像原话是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 去主张连共 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 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 这话就是说我 前一天 我与延熙山共同再劝 被他骂了出来 延熙山保经世故 他都劝我 不要再跟他谈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事了 我也决定不再谈了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副司令 这样一来 军心没法收拾了 苗贤秋在军官团的演讲 是一个万分危险的信号 鼓励军人们以下克上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了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想干什么 就连我太太都无从之了 好像不变 准备下架了 主席 主席 周副主席让我来给您量血压 血压毛问题 就是血不作教啊 您怎么一个人啊 他们不是说您在指挥打仗吗 是在自飞啊 那您既不看地图又不看电报 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的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替他们着急 替谁们着急啊 我多多 替祖军 替许海登 王恒坤 小可 他们在三层部 要聚了负责男的连故事 还有老过生死轮的 可是把军医让我足迹啊 看不出您着急啊 是吧 高压一百一 低压六十五 正常得很 这血压不高啊 就说明您不着急 真是极痕鱼上的马囊子呢 你啊 吃不了我的饼 收拾东西飞客吧 主席 您多休息 怎么这么急啊 报告 主席 好消息 山城铺全街糊涂男一个旅 击溃一个旅 中原军主力全限西撤 勿学过毛死败 非学过血压高 现在是福祖南的血压高 高有一不薄 福祖令 吃点吧 好 没吃 秀秀 家福餐具 在你去洛阳的这几天 胡宗南给你写了一封信 说是他们中央军 在缴获红军的资料上 发现红军 对我们东北军的内部情况 了解得太快太深 怀疑我东北军的上层 可能暗通红军 我自己来 他胡宗南也太矫横了 对我也开始敲山震虎了 能给你写这封信 说明他还只是 将东北军通共 看成是某些下属的事 你去把那个汤热一下 看来胡宗南是被打疼了 所有的绳索会要勒紧 是要考虑 向蒋座最后的抗争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最坏的局面出现 苏联会会给我必要的援助 这是中共最难回答的事 我只要求他们最多 再坚持一两个月 依照他们 在承担不打胡宗南的气势 这应该不是问题 我劝他们 还是不要跟胡宗南结仇了 能拉为什么不拉呢 副司令的心 还真是一颗仁爱的心 不认为你 像胡宗南那种铁杆 双方的势力如此悬殊 中共能拉得多吗 你觉得我太仁爱了 我愿副司令能做狮子 不要做绵羊 好 副司令 消息哪儿来的 王阿姨同武汉 他会在讨厌之间 郭家子从 Ngor enough 还有讨厌之间 合箭 paintings 那还是有冬租的 才是报告的 那只能够 他来一个发表 是有冬租筹 我猜的 来中央军来叫 这么说 讲是要摊牌了 摊牌了 躲是躲不过了 那就不躲了 逆流而上 我明天就飞洛阳 如果 他继续藐视我的意见 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我来吧 副司令 后餐的长官 他们不停地对我讲 这怎么得了 副司令怎么能拿生命当儿戏 什么什么的 是他们催我把你换下来 别理它们 不想做可以跳伞 别理它们 不想做可以跳伞 别理它们 不想做可以跳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有日时起 有日不口语下 我安闻爷总听 说有什么别人 我可以使你上海警自己一次小抵 你以为这个样子 根本无法通病 如果你为了这样下去 我就考虑毁掉你 别让给你打发 让澄澄 蒋定文 韦立皇 前当军到我这里来 我又要是与他们上礼 马上来 是 好 要不想做基睫 好吧 我继续做了 送我的这种意义 给你取材 给你取材 好 我把我这样的一切 干儿我 我 vertex 怎么了 又吵了 是人啊 小日聪明 大日五度 把我不见 心智不定 说可悲也 你这么说的 别再把日贼让说说了 我认为他正应命令 要么教功 要么让出三甘 让中央军来教 我让他自己选择 老人 你告诉张副司令 我决定去天心往西安 让他陪我一起回去 是 又要去西安 把你教功能否捐功 就可以在最后五分钟了 这是烈士的机遇 咋住了 必顾吃鸡小米共猜到 咋不住 那可就功亏一亏了 韩清那儿需要我说些什么吗 不 你不要滚 打仗是男人的事情 你回南京去 我吃饭去西安 对张韩清有真实质疑 滚 我只是传达江卫员长的意思 张副司令有什么不满意 可以直接找委员长谈 犯条跟我发谎 薛秘书 我也觉得委员长这次去西安 动情太大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叫动情大 委员长的保卫事项 向来是掩之又掩 动情大不应该吗 四十架马丁轰炸机进驻西安机场 东路中央军沿隆海县逼近同关 西路湖东南向东步防 万有黄干脆就进驻咸阳了 还有陈城 魏立皇 蒋鼎文 朱少良这些大员 这只是警卫事情 我告诉你 天子一声雷 地下响连天 你懂不懂 你替我定住一下张副司令 请他通知东北军吕以上的军官 三号前到西安庭后委员长的训话 顺便告诉杨虎城少利子 四号到临通车站后驾 兵杂开清古发古天 完全是一派乌银 克敌一千 四损八百 凡古今城大势者 哪有人会自行残杀 早晚要进来的 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听出伟族打算换架了 要换架鼎文 魏立皇 代替张学良和杨虎城 你给我闭嘴 这些死心由不得你 快 委员长 先生先洗个澡吧 都已经安排脱当了 不着急 洗澡不重要 你把东北军的名单拿来 我要挨把电话 你勾勾的 我就不相信 他们不听我的智慧 不听我的命令 秦贼先前往 看来东北军的问题 还是要从张学良着手 偷谁中在一 偷心中在你 要我说 我们先去继续身 然后再让他帮我们自告 兵替下吧 回来了 来 这委员长齐太盛 一路上挨骂 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你俩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听应得田说 你跟委员长争的就是共产党 这是为什么 想知道吗 如果日本人夺了你的权利 他还可以借外国不承认 慢慢恢复 但如果共产党夺了你的权利 那就真夺了 共产党能夺了他的权 饭都没得吃的 中国现在啊 就是穷人多 如果和平竞争 国民党必败 所以他才会说 共产党是他的心腹打患 你这么有道理 怎么说不过他呢 这样的真话我能说 就算我嘴再笨 这样的话也不能说 好 要是你 你会怎么办 凡是得问自己的内心 心是不会骗自己的 再说但是没错 最好是怎么办 我导托有了 你吃饭的 我现在太早说不定了 你会怎么办 你们在受网竞争 城外乱纷纷哪 旌旗招展空翻影 却原来是蒋公发来的兵 看清 委员长是不容于你我的意见 让他抗日比冬天还难哪 我听说你是一头狗血 从洛阳归来的 人家是要摊牌 你却偏去找吗 可不吗 他现在在华清池找你我的部下 一个一个的谈话 一个一个的过关 只要有一个萧小之辈 你我就只剩下华山一条路 韩清 你所说的一条路是 你还不太了解我 我是那种不干就不干 要干就干彻底的人 一条道走道黑的人 副司令不是和我打太极拳吧 虎城啊 我们两个那就不绕弯子了 你那还有什么良策没有 我是真没办法了 再这么下去 我张学良还能不能统一 东北军都难说了 军心难收拾 我自己也没办法说服我自己 你张汉清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张学良及国仇家恨于一身 不抗日武宁死 要是这样的话 委员长献人在西岸 我们可以效仿古人 歇天子一令诸侯的故事 当然 即使我也只是 怎么说呢 往来这么长时间了 我是把你 虎城啊 我张学良绝非脉有求荣之辈 但你这个办法 我不能干 是啊 我杨虎城不过是个情香老闪 一张口满嘴的羊肉泡馍味 你可以不屑 但我问心无愧 一个山字 去掉耳朵 换成一个人就是个匣子 匣之大者 为国 为民 好一个匣之大者 为民职 sam 北逸 船舶尘 渡 gegeben 来 梦园长 弟妹还好吧 孩子都好吧 坐 都好 奉执带着孩子在英国读书 那就好 我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苏欧 一个是大哥 我一个是大哥月中日 情况不错 靠经过的事情 否则得很 我已当时他为不利 这样吧 您等一下就打过来 好吧 无谋者不愿意 行不通了 你脸色不太好 有什么话就这说 我昔耳宫廷 我可不想与你吵架 谁又想和您吵架呢 到底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我这心里苦闷哪 想到您这儿来诉诉苦 何苦自有 诉苦能家教王弟 先生 自九一八之后 有多少东北人在关内流亡 我张学良何尝不是 就像流亡曲所唱 弃别了黑山白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前委员长这两天 日本人先是占领东北 要不然这样吧 进而控制忌察 现在又愧是随缘 这种节节逼近 永无止境的野心 我们不去反抗不去反击 中国的国土终将有一天 会沦于他人之手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无以自解 我一向此不能高兴软弱 先生 我这不是个性软弱 我是压根就没弄明白 共产党一再强调 愿意跟我们共同抗日 我们有什么理由 拒不接纳呢 况且人家也说了 要拥戴您为最高领导人 您还是整个民族的最高领袖啊 共产党 共产党我比你更了解 您那叫了解吗 您只是为了您自己 您这才要打 您无数 我认为自己吗 我讲忠证 心忠证于国家 唯独闻于自己 那就更不能打了 这内人打下去干吗 无论谁赢谁输 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 便宜谁啊 便宜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告诉你 你几日用水枪打死过 我的脚空机枉也不会比 你就叫什么话 就这个话 这么决绝 非决定不可 不能上去 不能上去 要么这新命令 要么 你自己选择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家厕所在哪儿 找厕所干什么 你家厕所在哪儿 借你澡盆子泡个澡 走 就在这里等 不用进去了 是 是 副特领 杨主任打了 我人之一尽了 你请我来 就为了说这个 你说了心里话 我仍然请你来 你应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你是真行啊 揣着那样的秘密 还得跟他打吵 这次吵 跟以往的每一次都不同 争论完我都不敢走 我借了他的澡盆 抛了一小时才离开 这也就是你了 我劝说失败了 你是不是应该再去一趟 没有用 不是去说服他 是昭示后人 我们已经人之一尽了 大批学生正向林董钦发 两个旧王总会组织的 现在已经失控 都不败了 早上 派青春 委托专线 董钦发 划青春 维托专线 姑娘她们 拿到我耕肩里 给我好钱 那是不允许的 牛子内科 比治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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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我是张俊良 同学们听我说 大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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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并房子 是他们看תare 工程 像他大党会 说 on 去救命 就是你 死我了 死我了 人家是来请愿 你让我怎么拼命 我以为我救你吗 好了 不要在这里了 我挖鱼子 哈勤 等等 哈勤 你不是说有一个短暂要空着 又温柔 当又见 想见我 你让他来 我可以和他得点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贵武 起兵十八团团长 我一会儿就请他来 电话里不好说 我明白 您现在马上指点毛舟 请叶剑英先生回到西安 我有钥匙向上 这几天西安的气氛很诡异啊 我知道 也正因为如此 才想请叶先生回来的 行 我马上办 刘贵武来了 副司令 卫园长见到了 见到了 怎么样 有把握没有 没把握 但我不怕死 副司令 那你怕什么 我怕有子弹碰着我 你想我的任务完成 这个任务太重了 我个人力量太单薄 能不能把我们白市长叫来 他枪打得好 叶剑也可以打枪 我已经 派了孙明九配合你 你现在又要把白凤翔调过来 也是 孙明九的短板就是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行吧 我会跟老白说的 下去吧 是 任命蒋鼎为 到 为西北角总前提总司令 任命威力皇 到 为散干随宁边区总指挥 是 另外晨晨 到 以军政司法身份 助前方指挥多交 中共禁令将于十二日发布 总之这一次要排除一切干扰 彻底消灭西北共产党红区 是 是 魏队营有把握吗 有把握 你们这次去华清池 一路上要听从白市长的 一切服从他的指挥 是 白凤香 到 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就是不要伤害到委员长 清楚吗 清楚 副司令 此次你们去临通 目的是请委员长回到西安 我们要学习唐朝的魏征 实行中箭 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如果行动成功了 你们三个人就是爱国功臣 行动时间定于十二日凌晨 我们联合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一起行动 会有很多人配合你们 行动计划要仔细 要隐蔽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的指挥所 在杨虎城的新城公关 行了 去准备吧 是 来 进来 副司令 蒋今天上午把你请绝 都谈了些什么 他训斥我失职 说现在的西安都变成红城了 他是借敲打你震授我 我看也是 前些天你不是劝我 劝我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张学良 他也不想做了 你不想做狮子 我可以绿色 我看她在这里 就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杨主任怎么把张副司令的枪给下了 胡成兄 干不干 要是不干 你现在去糗成的 我的人就在里面 听凭你处理 副司令 领导来电 说蒋委员长不见了 好 我是张学亮 你慢慢说 委员长的车还在不在 是有人越过外线包一圈了 你说什么 被窝是热的假牙在桌上 那他肯定没走远 你现在马上派人去搜山 我告诉你刘多泉 如果上午九点找不着委员长 你们就把自己挂在石榴树上去吧 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胡成兄 你都听到了 你的人熟悉地形 赶快派人去找委员长 如果今天找不到 你就拿着我的巷上人道去南京 辽子公安 那就让我的卫士对上了 副司令 关于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 已经撰写完成了 您一会看看吧 你一会儿看看吧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